科学家他怎么说出来的呢 他是从数学理论上推算出来的 根本现在还科学技术还做不到 还没办法发现这 但是这个说法是我们想到 佛在经上讲的阿赖耶诗里头寒藏的种子 这个种子没有形象 如果有形象佛讲了 净虚空都容纳不下 它确实存在 每一个种子都可以 一时短线 现出境界 所以境界没有大小 什么能如呢 入这个境界呢 华严经前面我们读过了 普贤菩萨能如 普贤菩萨 实际上就是属 等教菩萨能如 普贤是等教 哪一个等教菩萨不修普贤心的 普贤不是一个人 文书也不是一个人 观音是智 只要是本教菩萨 我们都可以把它看成同一个人 不同的名号 是代表它不同的 智慧能力 实际上智慧能力 它都是圆满的 代表圆满里面某一部分 是这个意思 等教菩萨能如 无量无边的世界 世界是重重无尽的 不可思议 理人吃的 这是莲花 那就是 施加摩尼佛给我们介绍的 大乳车来 那不是劫财子 不是一位臣 我们从这个里面就明了 一个莲花是一个世界 他在里面修行 他在里面活动 他在莲花里面 每一天也是 供养他方十万亿佛 没有障碍 大家 拜拜